嘿!那个漂亮的妈咪 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 还没看上集的话 请点右上角哦 唯独英文这颗 哇塞英文耶 英文这颗特别惨烈 个位数就是这个爸爸的困扰也是 他也不想要逼迫孩子念书 他也不喜欢勉强别人 可是他又觉得 我们现在在求职 对不对很多的工作机会跟升迁啊 其实跟英文真的是 会英文的真的非常的吃香 那爸爸他现在要怎么去 帮助他小五的儿子 英文考个位数这件事情怎么办 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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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看得下啦 不是啦 重点是说 为什么我会特别挑这封郭先生的来信 其实真的 因为郝老师本身我的英文 真的也不好 然后从小也是因为真的被家长去 有吗 有打 我们那叫正常 正常 正常 对 打骂教育叫正常 现在一打可能 老师就上爆料公社去爆料 那我孩子自己会打那个专线啊 孩子自己都知道 小朋友自己打家报专线是不是 家报专线 这边那个爸爸后面最后听到说 他现在孩子真的想要放弃 不管是从老师角度还是家长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觉得放弃的心态我觉得蛮 不希望发生的 你比较可以放弃的心态 你不是可以英文 就像我女儿 我们现在有时候家玩拼图有没有 那玩那个拼图啊 拼一拼然后说 爸爸帮我 我帮你自己来 就能看到最后一块 我们就最后一块 应该就马上要完成了有没有 他拼不出来 他就想放弃 就直接走掉了 然后把他抓回来 拼完他 强迫他 我也不晓得这样是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说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 就是你我们就既然你有做了 我们把他完成 蛮多家长都会有担心这样的状况 所谓的 偏科 我们今天孩子在学英文 他不是在短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 英文就很好 郭爸爸有提到说 儿子英文现在歌为书 那么可以了解 儿子什么时候英文有严重的断层 可以以60分为一个基准线 如果孩子的分数是60分以上 代表他不是听不懂 他只是跟不上 但如果是60分以下 就叫我严重听不懂 可能就要去寻求 所谓的 或是家教 而不是送去所谓的大型补习班 因为老师并不会因为你 儿子的进度而教得比较慢 孩子也不能说 举手说老师 我现在五年级听不懂 妈妈放上三年级 不太可能 这样状况会发生 如果他会发问老师 可能很多家长也不会这么烦恼 怕老师有些小孩很内向 不会讲啊 他连表达都是 让他先去 让他从学习看到自己的进步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心态不再是 拿我们的孩子跟童年去比了 而是让他跟自己做一个比较 那如果今天他 儿子女儿可能拿了20几分 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適时的给鼓励 可能吃个大餐啊 打一场游戏啊 陪他打一场传说啊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动力 越来小学我连连几近讲传说 基本上全台湾国小生都在封这个 你就在陪学生打传说 对我都陪陪学生打传说 所以其实回到爸爸的这个话题是说 他是不能去严格逼他小孩读英文的 对不对 是 所以要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有舍必有得 那有得必有舍 那其实一般来讲 你觉得如果遇到这个状况 你会让小朋友放弃吗 当然不能放弃 就是你刚有强调过的 你觉得态度的部分 所以你会陪伴着他一起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在做教育这一块 也是会建议这样的所谓的正向教养 你先让孩子去 喜欢你 认同你 之后呢 再去跟他讲述他的一些想法 让他知道说 爸爸不是懂我的 最后再跟他建立一些好的观念 但是你好事 真的耶 发生了自己的孩子 做不到 那怎么办 你要找他吗 当然我们聊完之后 我们聊一下 谢谢 谢谢 我看很多男学生喜欢看漫威啊 像我有时候曾也带学生去看漫威 看完那部中文电影之后 我把我手上以前的 英雄的一些漫威的一些 英文读本 给这个学生 然后他就一一 丁老师请问这个字怎么念 他可能就开始去学会对英文产生兴趣 教养孩子过程中 就像是放风筝 我们有时候 不能拉太紧 月线会断掉 也不能放太远 月线会飘走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今天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节目 分享我们老师跟家长的经验 然后站在家长的角度 我们可以用更具点方案 教育孩子 不是只有你们 也为我们的陪伴 让你们觉得不孤单 今天的 老师我想问聊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是 那些家长不知道的是 各位家长 欢迎将你的烦恼 寄信给我们 我们就下礼拜四晚上八点再见 拜拜 拜拜